大家好,我是胖胖安 在前阵子某个深夜11点 当我看到毕生客158元自助餐刷爆知乎热搜的时候 我立马谈飞准备吃麻辣汤外卖的筷子 第二天直奔餐厅 毕竟当年我也是靠着堆起半米糕自助沙拉塔 成为刷爆早期社交网站的过气网红 怀揣流传于华夏大地的吃垮海鲜自助餐秘籍 真的能吃垮自助餐吗 胖胖安这次来申巴 各位请细评 无论是去吃毕生客 还是火遍全国的好轮哥 巴西烤肉 牛太郎等肉食者聚集地 以及人均200家的星期九店 日式资助料理 和当年稳坐金字塔顶端的金钱报 吃垮秘籍的核心方法论 其实都是一致的 就是只吃贵的 和先吃最贵的 那些生蚝鲍鱼刺生龙虾 低王蟹活虾鹅肝牛排鲨鱼 既然都不走 就必须全得吃下去 可你不知道的是 这些看得到的食材价格 只占到了总消费的30%至40% 你以为你吃进了全世界 其实还没翻过佛祖的五指山 即使在食材成本的计算方式上 你和餐厅老板似乎也不在同一个次元 比如你在毕生客点了三斤小龙虾 觉得大排档价格 怎么算也值158元 回本毫无压力啊 但你以为的回本 真的只是你以为 数学不是这样算的 即使是大排档的小龙虾 你算的也是包含了利润后的销售奖 而非老板的成本价 其次 由于自助餐厅拥有大宗采购的超强溢价能力 其采购价远远低于你查得到的零售价 而食材等级 也是老板们通过采购控成本的重要一环 以海鲜类为例 活蹦乱跳的 保鲜了一两天的 和笼龙批发的 三者价差可达好几倍 即使是动品 零售价和批材价也是天壤之别 所以 即使你拥有一个容量清奇的巨位 风卷残云的将两斤生毫 一斤三位鱼 一斤梭四季 一斤加一斤鲍鱼吸入度中 实际上 可能也就值100元 而绝大多数人 也注定不是那个滔蹄附身 天赋异禀 多想爸爸 加深的稀有的天选师傅 餐厅老板也会从数量和时间 控制昂贵菜品的供应 结果就是 你心心念念的贵菜取食地 永远空空如也 自助餐老板还及 吃货心理学大师 编辑效应资深执行者 和精于计算的数学大师于一身 他们会提供几十上百种的丰富菜品 摊播关注多后 你对昂贵食材的目的性就越低 其次 诱惑你在高价值产品线 普通产品线 和低价保护产品线三大食材线中 尽可能多地摄入低价保护产品 比如在入口处 用寿司 薯条 蛋挞等高热量或高甜度食物 吸引你热身 你可能第一步就被套路了 他们还通过赋予保护菜品 以稀缺性和高价值 让你觉得 吃下它们就是赚到了 比如反复提醒你 蛋糕里的进口知识 真的很醇厚 以及限量手工黑皮 要不要来两杯 同样 定制尺寸小的餐具 也在暗示你 吃的已经够多了 有研究者还通过数学模型 研究了自助餐包串不赔的定价公式 其中 P就是平均消费价格 这个看上去有点复杂 不过不重要了 你只需要知道 以上就是自助餐老板盈利的四点法则 控制食材在成本中的比例 P量采购压低价格 控制昂贵菜品的供应 心理暗示和价格定位 因此 从单人成本的角度 即使挨饿三天 老是follow密集攻略 拥有一个硕大的胃 你也吃不夸自助餐厅 你不去吃 它们才会真的夸 可是 都2020年 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了 将自助餐视为 不用考虑大家可谓不同 以及 点菜很麻烦的 蓝恩患者的福音 不难道才是 它正确的打开方式吗 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又多了解了一些 关于商品的故事 我们的口号是 你的每一次消费 都在为你想要的世界投票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你能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加评论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你都已经看到这儿了 确定不喜欢吗 别忘了订阅哦